晚舟归来 蝴蝶阵翅 大阳彼岸CA552起航 又能产生多大效应 孟晚舟归来 可能预示着国际关系出现缓和 而一些迹象表明 华为遭遇的禁令也开始松动 或许会让后者重获生机 实现触底反弹 在光子星球线下走访中发现 华为中高端机型T40系列已经停产 在售的为Mate40 Mate40拖 Mate40RS保时捷设计及折叠屏系列 而其中也仅有少数机型有限货 在一家位于北方半导体产业员工作的赵玲提到 这两年他会经常参加许多行业内的会议 即便拿不下大项目 他还是想看看能不能说服一些企业 把分之机构或者后续投资放在他负责园区